大家好,歡迎收看Youtube! 今次是要做一個實驗,解答大家Ixcox的煙蛋如何出煙 首先,有請Ixcox的煙蛋 這是一個吃完的Ixcox煙蛋,青檸 然後有實驗工具,Prumetad 然後是Ixcox的加熱器 首先,大家知道Ixcox煙蛋吃完就不會再出煙 所以,我們將它復活,就是靠這支Prumetad 我們講解Prumetad的運作原理 Prumetad是萬事發出的加熱煙 這個就是Prumetad的煙蛋 裡面本身是安裝煙草粒的,把煙草整成粒 然後呢,放了煙草粒和棉花濕著它 這就是Prumetad的煙蛋 之後呢,它這個就是,上半截就是無塊,可以扭下來的 下半截就是電供,供電的 供,它有緣分離原作就是供電手 這裏有一個鐵絲,讓它產生熱 而旁邊有一個棉花,棉花裡面有這個油 我們俗稱電子煙的油 好像應該是NG的一個東西 即是油,出煙的油 金油,又或者一些植物的油 總之是透明的,黃色無味的那種 那種,真的沒有毒的,其實是自然的,天然的油 這樣,令它這個油,即是它一光上去C一發熱 就會做到這個油發熱的時候 因為油會變成蒸氣,蒸氣就會在這裏 吸收的時候,蒸氣出來 那出來的時候呢,放了這個煙蛋 這個煙蛋,蒸氣經過這個煙草粒 就帶了這個煙草粒的味道出來,讓大家吃到 就是這樣的原理 所以呢,我們把這個煙蛋補空了 然後放了這個煙草粒 我覺得它會吸收到煙草粒 然後把它吸收 nuestras煙草粒 我就把這個煙草粒都吸收到 然後這就是這個煙草粒 接著煙草粒 就會吸收到煙草粒 減湧到煙草粒 現在就可以吸收到煙草粒 我們現在可以吸收到放水 所以只要吸收到12個煙草粒 好!OK! 那這個蒸氣就會弄濕了這個煙蛋 OK!剛剛經過狂抽,連續這樣咀嚼再咀嚼再咀嚼再咀嚼 這雞蛋已經潮濕了 會不會斷呢? 沒事,不要斷 它吃完之後是乾的,像餅乾一樣捏下去 到現在沒有了,已經潮濕了 我們把它放進Ikos代用槍裡 當新的煙蛋吃 它每一下是代表1秒 大概5秒了 大概10多秒 有煙的,很小 也是很小 不過大了一點 我們靜放多一會兒 讓它溫度再高一點 熟悉的煙的煙 出來了 嘩,攝影機可能見不到 但是,我自己噴出來看一看 看到它噴出來的 在這裡 你們能夠打一會兒 也有煙的煙 那是你,我會打一會兒 我會打一會兒 再咀嚼再咀嚼 那是你,我會打一會兒 是你,你會打一會兒 我會打一會兒 然後,你會打一會兒 我會打一會兒 味道很淡,但有一點薄荷味,青檸檬的香味和煙草味都沒有 幾乎是百分之十的味道 現在還有煙 正常是煙都沒有,但一次都能出現煙 大流的煙 我們已經證明了這個煙蛋是加熱煙草的水份 加熱煙草的濕氣變成蒸氣,連帶煙草的味道 因為液體附在煙草裡面,會帶煙草的味道 變成蒸氣,再經由中間的煙蛋有講解 裡面有一條很幼的絲,是一條繩子,裡面有香味的蒸油,薄荷的蒸油,青檸的蒸油 再帶出來,經過這麼小的麵芯,令它分散一點,沒那麼濃 然後出來,在你的口裡,證明,解雜了為什麼第一次吃Ikos會接口濃 因為它是蒸氣來的,應該是這樣 不是,它怎麼會出煙? 嗯... 又變成蒸氣 對,變成蒸氣 然後看到這一隻,這一隻就是 煙的蒸氣,證明我這個蒸氣的理論 所以你吃Ikos,它是在吃煙草裡面的濕氣 不相信你拿去一支真煙,煙草是乾到媽媽不明白的 你拿去一支未吃Ikos,始終是沒有那麼乾的 你摸下去,是比較軟一點 所以就證明到了,我們現在 但是也沒什麼用 我現在證明到它為什麼出煙 還有,為什麼你會切你吃的時候,你新吃的時候不做 對,就是這樣吧 各位,拜拜 我們來看這時間